学员老张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 那么他找到我做咨询的时候 就是希望知道如何利用沟通来展现自己的称能量 他发现现在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 仅仅靠激励他是不够的 他们有时候需要的是一种能量 其实老张的这个感觉他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留下一个词汇 对不对叫做负能 那么作为一位管理者 一位老板 一位领导 我们可以尝试去使用一个负能模型 叫做SEA这样一个负能模型 那所谓SEA这个模型 包括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支持鼓励和责任 首先就是支持 那在线下授课的时候 有学员问我说 画饼跟打鸡鞋 与负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我认为负能是管理者能够给予员工必要的支持 而不是做甩手掌柜 对不对 但是对于管理者而言 你需要的是给予对方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支持 无论是技能提升 人际关系的改善 内心固域的消除 还是提供超出员工权限范围的资源 跨部门的协调等等 都需要管理者根据员工 现阶段的能力权限予以关注 这是与画饼或者是打鸡鞋最大的不同 那前者恰恰只是负责去描绘所谓的蓝图 至于怎么做到 而如何去克服现实的困难 完全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其次就是鼓励 什么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一定是一个人的自信 那么这个人的自信从哪里来呢 当然除了极少数的 有非常强的内区动力的人而言 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去依靠外在的鼓励 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流传非常广的小故事 其实我每次读到它都会为日动人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说有这样一位妈妈第一次参加家长会 育儿园老师说 你的孩子有多动症 在本单上连三分钟都做不了 你最好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那回到路上 儿子问他对老师都说些什么 他就是鼻子一酸 差点流下眼泪来 因为全班三十多位小朋友 唯有他的表现是最差的 唯有对他老师表现的是不幸 但是这位母亲还是告诉儿子 老师表扬了你 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一分钟都坐不住 现在能坐三分钟 其他妈妈都非常羡慕我 因为全班只有我的宝宝是在进步 那天晚上他的儿子破天荒地吃了两碗米饭 并且没有让他喂 儿子上小学了 家长会上老师说 这个数学考试全班五十名同学 你儿子排名四十名 我怀疑他这里可能有些障碍 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回去的路上他流下了眼泪 然而当他回到家里 却对坐在桌子上的儿子说 老师对你充满了信心 他说了你不是个笨孩子 只要能够细心一些 只要能够再努力一些 就会超过你的同桌 因为这次你的同桌排名是第21名 那么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 一下子就是充满了光 沮丧的脸也一下子舒展开了 他甚至发现儿子温顺地让他吃惊 好像长大了许多 第二天上学去的比平时都要早 孩子上了初中 又一次家长会 他坐在儿子的座位上 等着老师点他儿子的名字 因为每次家长会 他儿子的名字都会在 岔身的行列当中被点到 然而这一次 却出乎他的意料 直到结束都没有听到 他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临别前去问老师 老师告诉他 按照你儿子现在的成绩 考进点高中还是有点危险的 他怀着惊喜的心情 走出校门 此时他发现儿子在等他 路上他扶着儿子的肩膀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他告诉孩子 班主任对你非常满意 他说了只要你再努力一点 就很有希望考上中文高中 高中毕业了 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的时候 学校打电话让他的儿子去学校一趟 因为他有种预感 他的儿子可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因为在报考的时候 他跟儿子说过 他相信他能够考上最后大学 他的儿子从学校回来 把一份应用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地 交到他手上的时候 突然转身跑到自己的房间 大哭起来 边哭边说 妈妈 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 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直在鼓励我 孩子需要无时无刻的鼓励 我们的员工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是责任 SEA赋能的第三个关键 就在于给予责任 它包括两点 其一 管理者需要清晰地告诉员工 在这项工作当中 他的责任是什么 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要承担什么压力等等 越是准确清晰地去明确员工的权力 员工才有可能产生持续的工作动力 以及主动的责任意识 经常有学员跟我埋怨 说自己总是在为管理者背锅 成了名副其实的背锅侠 而让他们有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 就是管理者从来没有告诉过 他们这项工作 员工被授权的范围 以及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直到出现了问题 管理者才告诉他们 哪里哪里做的不对 你需要负什么责 这个就非常像什么 临时被拉过去当替罪 其二 管理者需要清晰地告诉员工 在这项工作当中 自己也是要承担对应的责任 那这句话相当于什么 那就是相当于表明了 管理者愿意跟员工一同共进退 一同面临困难 一起上阵杀地 曾经有一个小调查 说职场当中 员工最喜欢听到领导说的话 是哪句啊 排名第一的既不是给你加薪 也不是给你调薪 而是你放开手去做 出了问题 算我的 这句话的魅力啊 就是在于 表明了管理者与员工 始终是在一个战壕当中 将军都不怕死了 战士还怕啥呢 我们有些组织啊 去尝试学习狼性文化 试图把自己的员工 打造成一只只具有极强团队意识 以及纪律意识的战狼 恶狼 这个想法呢 可能没有错 但是他们忽略了狼性文化当中的核心 也就是先决条件 叫做头狼原子 什么意思啊 就是狼群当中最重要的是那只头狼 尤其是在狼群面临危险困难饥饿的时候 头狼是需要做出最大牺牲的 是需要尽可能的把捕获的猎物 分给狼群的成员 自己则是忍饥哀恶 如果管理者没有见起这个意识 那么打造所谓的狼性文化 那基本上就是无奇之谈了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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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